勝利領神尼基在11月4號早上6點的時候就會正式推出了 來這邊做個重點整理吧 找到早期的圖片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為了讓有一些國家要過省 所以可能早期的圖片跟現在它會有所更動 可能香度就沒有那麼香了 至於伺服器部分有台港澳還有各國的伺服器 那這些伺服器的差異點目前只有找到就是可能在課金部分有一些變化 在這個議題部分巴哈那邊就已經有玩家分享出來了 雖然價格有所不同了 但是針對每一個伺服器的福利未來是否一模一樣就不太確定了 不過官方也有跳出來做出說明了啦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放心才對 在網上有找到了公測的節奏版 要記得就是這款遊戲是有經過封測的 當然這個公測節奏版是經過二測來做統計的 那據說公測還是有去進行一些改動 你在網上那邊找到的所有的首抽推薦 要記得那些踢領角 基本上是預測的啦 它不能說百分之百 只能提供參考用而已 而這一款有分為爆裂階段 一二三 要記得要編一個隊伍的時候 一二三的角色你都要納進去 它才會有全爆裂時間 這一點要記住 同一篇文章裡面是有兩則節奏版的 那下面這個節奏版又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所以在角色推薦部分啊 爆裂階段一你可以選擇莉塔跟沃倫姆 然後爆裂階段二你可以選擇多拉爾 然後爆裂階段三你可以選擇紅臉 你的首抽推薦就可以把範圍縮到最小 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你不想要研究上面的節奏版也沒關係啊 你就看這篇帖子 連結也在下方留言區啊 開局部分主線劇情送十點 必出一個SSR 推薦的角色有這些 OK到了一知識了以後 你郵件撈普通池 然後推薦角色有這一些 最後一個帖子就是這個全角色的評測 每位角色這邊都有做出一些 比較詳細的說明了 那這個帖子一樣附在下方留言區啦 我個人覺得嘛 就是研究太久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啊 要不如就是剛剛那個懶人包 抽一抽一抽一抽 照著抽就行了 因為你未必會玩個一年半載嘛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很糾結的話 那 我建議你玩一天再玩 相信那個時候就會更準一些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